这应该是最适合带出门溜弯的蜘蛛 盼盘猪 我们以前叫它苔藓猎人猪 是巨蟹猪科的蜘蛛 它不但贴在手上的时候很怪 贴在脸上的时候也一样 你想一下 带着这么一只小可爱 贴在你的脸上 出门溜弯 是不是回头率非常的高 这盼盘猪啊 它是一种喜欢贴在树皮上捕猎的蜘蛛 所以抓它的时候 一定要温柔的轻轻的先把它的脚翘起来 有点害羞 主要就是翘它的脚这个动作 千万不要捏到它 轻轻的把它翘 还是很害羞 不好抓 只要让它离开了树皮 它就认你哪里 轻轻的往里面翘 让它的脚起来 有点要跑的样子 跳下来了 盼盘猪 它是一种不需要怎么调教 它就很怪的蜘蛛 因为它平时没事的时候 它就是贴在树皮上 所以你只要把它轻轻的照上去 让它慢慢的爬到你手上来 它就已经很乖了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 千万不能用毛刷去刷它的牙 这样会惹怒它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这盼盼猪也带有毒性 但它的毒性只有那么一点点 属于微毒性蜘蛛 只要你不是过敏特别严重的那种体质 都可以玩 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能用力的去捏它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千万不能拿毛刷去刷它的牙 不然会惹怒它 盼盼猪是一种喜欢贴合在树皮上捕猎的蜘蛛 它会在树皮上贴着半天不动 直到猎物主动送上门来 它才会扑上去咬 所以根据它的这个特性 我们只要把它抓下来 贴在我们的皮肤上 它也能半天的不动 和我们一起去溜弯 虽然野外的盼盼猪 它长不了多大 最大也就是比这个大一点 它就不会再长了 但如果人工饲养的话 可以长到比这个大好几倍 类似于捕鸟猪那种体型 所以它也是爬虫圈子里边 带开发的一个热门品种 这么说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你试想一下 一只非常容易调教的蜘蛛 它还能长到捕鸟猪那么大 而且它还基本上不咬人 最关键的是还可以带出去溜弯 还要啥捕鸟猪 这盼盼猪它不香吗 这盼盼猪虽然不是第一次拍它 但这一次的目的主要是告诉大家 像这一类贴树皮子蜘蛛 它本身虽然移动速度非常的快 但它其实贴在树皮上是不怎么爱动的 所以综合下来它们的调教方法都是差不多 只要你让它离开了树皮 它贴在你手上的时候本身就会很乖 但你要让它离开树皮的话 你一定是要先把它的脚给翘起来 因为它勾这个树皮会勾得非常的紧 如果你暴力去把它撬下来的话 很容易把它的脚拉断 你们注意看 可以像我这样从它的正前方抄进去 然后慢慢动它的脚 让它的脚离开这个树皮 这个时候它其实是不会咬的 虽然它会逃跑 但是你千万不能去捏到它 你就让它跑 跑到旁边一点它就会停下来 然后你继续朝它的前边抄进去 慢慢的把它从树皮上剥离下来就可以 千万不要心急 只要你把它朝树皮上剥离下来 它就会贴在你皮肤上 非常的乖